冷烈的天气 想要到阳明山上来泡汤 有民众找到了这一家旅店 但check in之后状况不断 即将临棚的民众 卢小姐3月2号跟先生 带着一岁大的宝宝 入住阳明山一间旅馆 预定时还有先电话询问 有没有婴儿床 双床以及浴缸 但当天三点多check in 却被对方告知已经没有婴儿床 柜台人员说定房部没有告知吗 但也只能帮忙铺婴儿软垫在地上 卢小姐无奈接受之后 进到房间又发现 这房型也不对啊 一家三口三点多抵达 来来回回直到四点才能 进房休息 原本妥协将就使用 婴儿软垫铺地上 但铺在靠近窗户 这窗户打开的宽度 可能大人不小心也会掉下去 更何况是婴儿 卢小姐担心一岁大的宝贝 半夜不小心打开有危险 只有请先生跟宝宝一起睡地铺 那这样何必花钱订双床 毕竟住一晚也要五千五 卢小姐怀有身孕 一开始还特别选了温泉房 想说自己在房间泡汤比较舒适 但因为水流等问题 还是到大众池 可是还是为了进出折腾一番 令人纳闷的是 预定时明明都确认过 一心人就像是被拐去 只因为前面确认客人需要就先给 这样真的对吗 原本想趁生产前来泡汤放松 乌龙却接二点三发声 对此饭店回应 管内的三张婴儿床 当天确实都因顾客现场临时需求 统统出戒 导致现场系统与预定人员接到电话 当下看到的数量有时间差 会再做教育训练 也计划针对管内全面性的升级服务 只是说难得入住一次 却多次出包 消费者信心恐怕得多点时间 才能挽回